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生日当天 第四次访问北京 会见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今天中午约2点左右 就已经常做专列离开北京回国 党媒报道与金正恩访问时间线完全不同 从媒体披露的吊诡细节看 有四大所谓的可疑之处 美联社周桑上午拍到巨信是金正恩乘坐的黑色轿车 在中共警方车辆开入 和拥促下试过北京大街的视频 韩联社9日报道披露金正恩当天上午 参观位于义庄地区的同仁堂工厂后 返回钓鱼台国宾馆 政务时启程前往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当天上午时时许开始交通管制 酒店外听范贵宾专用救护车 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物车辆 相信金正恩与习近平两人 又在此共见午餐 报道还说 多种迹象显示 金正恩在北京饭店与习近平 共见午餐后 就踏上回国之路 金正恩访华所乘坐的列车 当天下午月2点已离开北京 启程返回平壤 报道称中方高层人士 有道场送行 包括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但报道并未透露具体名字 而此前的1月8日 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设宴 欢迎金正恩访华 并庆祝金正恩35岁生日 晚宴持续4个多小时 另一个吊诡细节是 按惯例 1月9日的午宴月映安排在钓鱼台 国宾馆举行 但之后临时改为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京饭店 此外 党媒新华社8日引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新闻发言人表示 金正恩因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在本周一至周四访问中国 算起来访问应该是4天 英国广播公司 助手尔记者比克表示 有人好奇金正恩是否离开中国早了些 因中共官媒说金正恩访问时间原本是4天 外界相信 可能是金正恩搭乘专列从北京到丹东耗时超过14个小时 如假商路程上的时间的话 访问就是4天 照此计算 金正恩所成专列必须在9日下午出发 要明日 1月10日 才能回到平壤 最后一点 直到1月9日晚上10点 中共和朝鲜都未公布金正恩今次北京之行的具体内容 百度搜索目前官媒没有任何报道和视频 如此低调实属罕见 另外 金正恩在中美贸易谈判之际 即美朝就无合化谈判 成交招状态下 访问北京 外界分析可能即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 以便与平壤协调立场与策略 但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顾问 格莱瑟尔 表示 虽然看不出金正恩访问北京和中美贸易有任何关联 但自从川普和金正恩建立沟通管道后 中共能够动用的朝鲜牌已明显减少